你不覺得我剛剛一啟動引擎 就覺得整台車比起上一代的GLC安靜許多嗎? 沒看錯喔 因為我們現在連整個車子的規格 新世代的GLC呢 它就連啟動的時候在NVH上面也有加強 這有一個好處啊 這就是第一個寧靜度會高一點 因為畢竟你看這是休旅車 好 起步輕快啊 C200你可以買到1.5升的 但是GLC呢全部都是直列四缸2.0升起跳 然後全部都標配了4MATIC四輪驅動 所以一定會帶它出去趴趴走 處理七頭處理歐布羅 我先講一下 這一個48V的Mile Hybrid 輕型複合動力 已經用上了第三代的電池 就是現在賓士唯一一台用到第三代電池 所以它直接就可以加給你23匹的馬力 因為之前的這個48V呢 其實是20安培 但我們現在這個48V呢 到了17.5安培 你說電池容量怎麼變小了 可是我跟你講電池容量變小 但是它的放跟衝的效率呢變好 也就是它給的馬力會變大 所以呢它給的更有力 那感覺在起步的時候立刻有感 我們勿以馬力而廢車 勿以人而廢言 我在講什麼 你不要聽到204V的馬力 就覺得它不太OK 你要想到的是它新科技第三代的48V的電池 跟之前不一樣了 出力更直接 而且它給你的馬力 附贈的馬力23匹更大 所以204匹加上23匹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GLC300把它算了啦 好 那我們到高速路段呢 別忘記我剛剛直接說的RES按下去啊 立刻要跳出了這個路段的速限了 它就有個維持在速限裡面 那電容式的方向盤呢 有個好處就是 你隨時要作動 很多事情都是方便 直接在我方向盤上面可以設 包括抬頭顯示器 我直接要LIM出來 速限出來了 那我就可以很輕易的就跟到前車 很輕鬆 然後呢 你有車道維持 這些都是非常Smooth的 很快的 很從容的來作動 我覺得GLC真的是一個很符合日常 大家平常生活要用的一個用途 多功能的車 現在多了越野本色 你會覺得它的實用性會更高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你看像我現在人生第一步手的 來到了這個嘉義 來 跑車身啦 好 有聲浪有差哦 那因為它是GLC200啊 所以它的設定本來就是要居家一點的 那這居家就是要讓太太開 也沒有壓力的 那先生平常的代步呢 也是輕鬆的 你如果需要說它的這個 節能的效益好一點的話 你就用ECO模式去開它 那你如果需要它動態的表現 多一點點的話 你就用運動模式啊 那你會不會讓它動態的 你會不會讓它動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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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跨界小贏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哦 更多車款的開箱品比試駕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